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安你好 欢迎收看趋势最前线 我是李思锦 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股市长盛军 永城国际投股的林建宏分析师 老师 吴安 思锦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周末愉快 好 看到说在台股呢 随着昨天晚上美股的反弹 今天也是开高走高 那么盘中一度是破了前高 电子全职股领军上攻之下 同步在这个资金流向金融跟观光族群 那么盘面上上市军工股 雷虎是持续强势攻上涨停 老师在追踪的个股 包括上市这个被动元件的光洁 还有车用的飞鸿 也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今天加权指数中长上涨124点 收在15929点 量能有2496亿元 周线也终止了连两黑 对于说接下来的盘式 还有哪些这个强势股 我们可以来做掌握的 要请教老师 好的 我相信今天 这样的一个盘式的规划 是如同建宏在4月6号 沿路的分享预期 对不对 包括各股军工的雷虎 今天强攻涨停 车用被动元件的光洁 今天是不是强势表态 这些都是在先前一再的在节目当中持续做分享 然后事先预告的 尤其是今天大盘 对不对 大盘今天是最终上涨了124点 盘中的一个重点 今天是波段整体来 又来创了一个新高 来到了15973的位置 是突破了先前3月31号的一个高点 如果持续follow James节目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说 我从4月6号回来的时候 就是清明年假回来我强调说 大盘加权指数 在所谓万六之前的话 静宽情缺 在过去一段时间 如同规划一般 就呈现一个横向来回震荡 量缩整理的态势 但是我昨天有强调一个重点 所以盘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 昨天是不是台积电领跌 大盘是开低走低的状况之下 跌了128点 但是我说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量人昨天来到将近2700亿 这代表什么 昨天在开低走低逢低的过程当中 我昨天丢出了一个相关的看法 今天是不是也是相对的一个印证 我说这样子开低走低 放量的同时近期的大量 是代表昨天开低后 法人跟主力 是不是在低档的地方 进行做一个买盘 低档买进的动作 而这个动作为的是什么 是不是预告运量下一波 攻万六甚至新一波的 一个起当点的开始 那果不其然今天是不是盘中高点 day high来到了15973点 过了3月31号的高点15951的地方 对不对 整体的量能还维持 相信快到2500亿的地方 那不止这样子 过去这段时间 今天之前整体的震荡盘是 大盘我是不是横向震荡整理 至今会流向什么 OTC 没有错 OTC今天是不是再一次的也是一样 创下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波段的一个高点 你来看看 OTC今天盘中的一个day high 一样 217.08大点 是不是又过了前天的高点 沿路的一个创高 所以今天整体的盘势 大盘也好 昨天提醒逢低买盘进入 今天再一次创高 OTC持续创一个新高 等于是双高的一个态势 那个股方面就更不用说了 为什么这么说 今天盘中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军工族群 雷虎 我们现在做过一趟了 那今天是不是整理完后 今天是不是第一天出关 因为现前打到储置股 对啊 越轻越大 对不对 之前分盘 那分盘今天出来之后 是直接给你一个强势涨停 对不对 那炸来光洁被动延见 尤其是这个 所谓的光洁的被动延见 我相信近期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也尽情分享 分享什么 在我去年 我说十月中的时候 我在别的平台 跟大家花大篇幅的时间 在分享所谓 电动车大时代这一块 那我有提到 因为相关的一个各国 禁售燃油车的一个时间表 包含就是世界上 自车的强权 德国或是瑞典 在2030年开始 开始禁止所谓油车 那后续所带来的效应 就是市场 以年复合22%的成长 电动车的规模 预计在2025年之后 有机会来到 5672亿的一个美元的部位 不止如此 因为这相关盘大的商机 大家知道 看了就是很垂严 然后脆弱 对不对 你看各大车厂 这是我去年分享的资料 昨天再次update 包括全球最大的Toyota 第二大的福斯 对不对 甚至美国的一个福特 甚至连韩国人的骄傲现代 纷纷列出了时间表 对于说去油车 电动车全面的一个 所谓渗透率相关的一个看法 对不对 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强势 那是再一次的paper出来了 到25年之后 整体的一个所谓销售量 有机会来挑战 3000万辆全球 那渗透率更不用讲 我昨天也讲到一个重点 30年后到40年 甚至到40年的话 路上跑的三台 大概两台就是所谓的电动车 这样的渗透率高达66%以上 这样的相关的商机 在我再一次的 在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同时 我说我在去年开始 从第一棒 所谓的 我说一开始一台车 整台车子 从通路品牌 板金结构 内装 甚至所谓里面的应用相关的 一个主被动元件 甚至大家所说的 锂电池充电桩等等 从第一棒的一个所谓的育龙开始 沿路再跟大家分享 后续接棒的高丽 今天高丽是不是也攻上掌停 对不对 所以我跟建宏讲的东西 市场上是会跟风的 等一下我陆续一一跟大家分享 然后接下来 近期的飞红 今天盘中还在创高 那我提到一个重点 既然这样整车 我说一个大族群 当中次族群 一档接一档的 轮流的上攻 那到了飞红之后 你要有敏感度 什么敏感度 充电桩很缺 要找个充电的位置 台北市 我说手扇指数都那么难找了 那相关的被动元件 是不是因此会大幅度的一个受惠 我提到了什么 这档光节 对不对 这档光节我4月10号的时候 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我说你要注意这个形态 你要注意这个形态 虽然过去第一季 投信 大幅度的任养 买了万张 然后拉幅了一波上来 但是建高之后 在这边横向盘整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在3月28号 74.3建高之后爆量 我说这个量 就是一个换手量 为什么 先前底部上来的 成本低的 在这个地方获利了结 是必然的 后续在那边 前面没赚到的 追高在那边盘盘盘盘 盘了快一个月的时间 不耐久盘的 一样在那一天 等不住的 在这个地方 开高走低 黑黑上引线爆量 他就是一个换手 意思是说 前面的筹码 符合洗干净的 在那边等着要压的 等不住的 已经出场了 获利了结出场了 那我说市场 非常地简单 也非常地公平 股票你要卖 或要买 一定要相对的一方 一买一卖一成交 那如果当天 我说这边是预告 这是一个换手量的同时 有人卖 那也要有人接 那筹码干净之后 后续这个接到 手上的这些股票 哪怕在那边 很像盘整的 是在预告些什么 一样的意思 是预告说 他下一波即将起涨 10号这一天 是不是 我点出来 我说这边 近期横向换手之后 是不是放了一个大量 我说这边 会不会是一个启动量 因为那一天 虽然是开高 留一个上影线 但是量能明显的出来 那有多 很久的时间 没有嘛 隔一天之后 4月12号 我再一次的update 连续放量 如同我预期的 有没有 连续放量 而那一天 4月10号 12号的一个 光节的高点 751 我是再次跟大家分享说 是不是突破了 我图片上所画的 这些 横向黄色这一条 也就是区间的一个 高档的一个压力区 并且同时 突破了什么 4月10号的高点 所以我说这个开始 就是一个换手的启动量 而到今天呢 到今天呢 我相信 今天光节的一个走势 在这个盘式当中 应该算是相对强势的 3624的光节 我们来看一下 3624 你看 是不是 持续的做一个 往上顶的动作 感觉要来挑战 4月12号这个高点 那整体的趋势的形态 是不是就是一个多头多 是不是就是一个多头多 那如果 我说为什么 今天不止我的会员 也包含 如果你是我LINE的成员 你应该非常的高兴 怎么说 因为 我在LINE当中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 免付费的一个平台 在这个 我的LINE生活圈当中 粉丝团里面 我会陆续对我在节目当中 所分享的 个股的看法 甚至我们会员 所操作的个股 在那边进行follow 甚至买卖支撑的点位 也都会在平台里面 做一个提供 你看大篇幅的 在这个地方 趋势最前线 我的相关那个LINE 那你有了这份资料 是不是相对 今天的这一根 3%多的涨幅 你可以稳赚入带 买得非常的轻松 还不止如此 也包含什么 包含 我提到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什么 相关的一挂的 被动元件 除了光节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所谓的一个凯美 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样 在盘中当中 整体的一个概况 也是持续做一个 走高垫高的一个动作 所以 在这个 所谓一个 大趋势方向明显的 概况之下 我只能说 趋势对的话 它整体的话 一棒一棒 你要了解这个产业的结构 我说从整车开始 玉龙开始 到所谓的一个 所谓充电桩 倍数翻的高力 甚至到所谓的飞红 再来光节 凯美等等 相关的一个被动元件 那不仅如此 昨天也是一样 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是一再的在这边 做一个分享跟呈现 昨天什么样的概况 昨天玉龙 你看我昨天节目的 不止大盘 我昨天玉龙是有提到一个重点 我说这个地方 昨天玉龙是一样放量 在先前2月2号创高 33年新高之后 留黑K 整理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量人是缩下来的 但是昨天这根爆量 而且我说什么重点 红K 你看我说 这在技术形态上 是最强势的 所有短中长期的均线 呈现一个纠结 对不对 是代表放量之后 我说第三波玉龙 是不是在此 要开始表态 发动涨势 而今天的玉龙 也不错 是不是 你来看看玉龙 2201的玉龙 是不是 整体形态 昨天的第一根 在这个地方 今天是再次的补量 是不是 长红K 整体形态 呈现一个翻多翻洋的态势 所有的均线 那在这个地方 少说玉龙 下礼拜的回来 伴随着盘势 现在已经在盘中创高了 有没有可能 第三波 来挑战 2月2号的一个高点 那第三波 为什么一直讲第三波 因为我说从去年 10月中旬 一直跟大家分享 领先市场来分享 所谓的一个电动车大时代 相关的看法 而当中的玉龙 我们是已经在先前操作过两波 无论是11月中的第一波 35% 到11月26号 后续11月29爆量 我说物最高 压回会有买点 在今年 9年封关前 在电视节目 相关的平台 再一次分享 相关个股的看法 后续到2月1号 创新高 33年新高 的一个前一天 28% 来回 63%的操作 那昨天提到了一个重点 我说均线纠结 今天玉龙再次滚亮上去 第三波在这边 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那也包含什么 一棒接一棒 我觉得我在电视上面 或者说相关的一些言论看法 市场上是会跟风的 市场上会是跟风的 因为这种背景 我是来自于创透体系的 所以相关 有关法人跟投信 包括我的研究团队 很多都是国内 投信退下来的一些经理人 甚至研究员 所以我可以非常准确的掌握 每一个主流族群当中 次族群当中 什么样的股票 在一棒完之后 下一棒准备起涨 一个点位 那昨天提到的 你来看看高丽 高丽也是一样 我们十月中那时候 分享的 从玉龙开始 那整车完 我说离电池相关 充电 尤其是所谓 轻材料电池 它所谓的一个 全球最大的一个 所谓材料电池的厂商 最主要的受惠商 对不对 你看十月二号 119到2月6号的217.5 这一波上来就是一倍啊 那当然我说没有办法最高 3月1号是到250 但是我昨天刚讲完 今天呢 是不是得到了呼应 我说会跟风啊 会跟风 它整理了多久啊 8996的高利 今天是在工涨停 252 而且这个价位 是不是进一步的 哇你看 前面这样震荡压回 在那边盘间 今天这一根 吞噬先前所有区间整理 越过3月1号 250块的高点 是不是再创新高 这是掌握趋势啊 不是吗 对不对 刚才建宏有跟大家分享 我说建宏是从 所谓创投体系出来的 也担任过经理人 那detail的东西 如果你要真的 想要了解更多 你可以跟我聊聊看 可以找到我跟你聊聊看 我相关的一个背景 那相关因为 有这样的一个资讯 是多数市场上分析师 所没有的 所以我可以领先 掌握整体一个趋势 甚至我说一棒接一棒 个股的买点 在什么时候 那我一再来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三个 最主要在股票市场中 获利的关键 那第一句话 大家都觉得是屁话 但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股票最一定要准啊 你今天进来 股票市场 你不是为了赚钱 你是为了什么 要创造另外一个财富 不是吗 那股票要准的话 第一个你大方向的趋势 绝对要对 对不对 再者我想到的一件事情 就如同电通车 我这样沿路分享 从育龙到高利 对不对 到所谓的一个飞红 甚至现在的光洁 一棒接一棒 一层一层的来 你就要知道说 这族群当中 什么样的个股 在下一棒 它会接棒免出 你知道的话 方向是对的 一定就是中压 资金有效的应用 绩效才会好 再来就是所谓 个股的一个买卖点 跟大家分享一个 法人跟投信操作的 一个观念 因为我说 我一直在强调 我从所谓创投体制来的 我对他们的操作 是非常了解 你会发现说 每一季每一季 每一个cycle 哪怕上一季 第一季的话 一定大家看到了 当下谁在跟你讲第一任 后来可能硬塞一个 伺服器相关的AI的 那不真的事实 一定是涨了将近 快100% 翻了一倍 对 如果你知道 这些个股 哪些个股是当季 尤其现在第二季 是法人投信 甚至主力要认良的个股的话 我觉得那个买点 才是重点 你应该是买在同一时间 而不是说 大波段起涨的地方 而不是跟风 你说我也会赚 你涨要搬上去赚 但赚多赚少 是个问题 这就是我可贵的地方 别人所没有的地方 对 老师帮我们验证 那么多档标股之后 重点是 下一波我们还可以 下个礼拜回来之后 我们还可以留意哪些 标志或组织 那下一段的话 我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可能 上场上现在也在讲AI也好 因为沿路这样子一直讲 从去年开始 所谓短线的一个消费财 富邦媒 到所谓的一个重电储能 中心电也在创高 近期在休息 包括华城 到后来的 所有的一个车用相关的 对不对 报现在所谓的一个 所谓军工 也都是这样一棒接一棒 那后续我会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军工 跟所谓的AI这一块 有哪些个股 它属于低档地方 甚至有一些个股 法人还不知道它什么 它的好在哪里 但是 我有一个相对 准确 也不能讲说准确的消息 我知道说 事实上这些个股 法人跟主力 了解它的 已经默默在做一个卡位的动作 对 好 所以想要知道 最新的盘式分析 还有说这个标股的掌握 也别忘了要加入老师的这个群组 LINE AT 可以搜寻这个小老鼠 JJ1788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趋势最前线 我们要持续来请教老师 对于盘面上 这个标股的解析 好的 雷虎 这个我们的老朋友 大家不陌生嘛 对不对 今天雷虎是不是在盘中 再一次的强势攻上掌揭 因为我说他今天出关嘛 路轻路大背对不对 整体的一个股价来到71.9 那我一直强调说 这个军工相关的一个题材 先前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个看法 我说今年台湾的一个国防预算 高达5863亿 是近年来的一个新高 加上所谓的一个地缘政治 全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强权 包括美国 德国 日本 甚至中国 再一再的一个调升自己的一个国防预算 然后相关的要提升自己的一个防御 甚至是攻击的一个能力 对不对 然后最近新鲜的一个消息 台美关心越来越match的当下 台美是军事相关的合作 大家不要看不起台湾 台湾具备高科技 尤其是IC跟相关的一些 先进制程等等的话 事实上是应用在很多 高端的武器当中 那如果以顺序来排行的话 台湾整体的一个研发实力 跟它整体的一个战力的话 是世界第三名 很惊人 对 非常的惊人 所以为什么最近美国跟台湾互动密切 甚至所谓对台湾的一个 所谓的军事采购 就是要补强这一块 所谓的一些专业的一个技术等等 所以我说这个常多的一个提台 艺术之下 军工相关的个股 不论是雷虎 龙的造船 甚至我想的神机 不会只是这一波端 所以今天雷虎在出关之后 关锦壁出来 完了之后 是不是就强势 做一个涨停的一个动作 而大家知道说 雷虎我们第一波操作的点位 这也是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甚至还有后面感人的故事 甚至实际的 会员操作的一个对战当 做一个验证 在2月13号44.58的地方 我们到327 也就是雷虎前一波的高点 我说我们没有 卖在最高点649 但是当天63块 我做一个获利了解 这一趟上来41.3% 对不对 然后这一张相关的对战单 带会员操作的 44.58至63 10张 对不对 获利18.42万 41.32% 这是实实在在的 前一阵子也是跟大家分享 我做事绝对是有评有据 不会空口白说 OK 那如果这个趋势 我说军工的一个利多趋势 大题材 是长多的话 那你觉得 哪怕雷虎 过程已经涨了一波之后 再压回 那越观越大尾 那你觉得说 后续还有再 见高的可能的话 那我再强调啊 于我们吃鱼生最肥美的 但是如果 它的题材是长多个股的话 你做完一波之后 你是可以返回 再来找一个买点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昨天4月13日的时候 在雷虎出关的前一天 如果印证我相关的一个利基 跟长多政策的话 昨天一点过后 再出关前 是不是一个最佳的一个买点 再一次第二趟的买回 而且昨天同一时间 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昨天是盘中的高点 甚至收盘的价格 已经越过了 我们第一次 第一趟获利了解 3月27日 64.9的一个相对高点 是再次的一个突破 然后今天呢 是不是 就是一个现买间转 是直接跳空 做一个涨停的动作 所以你要够了解 我讲白了啦 这个趋势 方向族群大家都会讲 股票那么多 我说一档接一档 次族群 谁要做它 谁要买它 什么时候会涨 我说这是我的优势 这就是我的优势 我有这个优势 大家好好运用我的优势 对 那相关个股的话 我说在LINE AT 免费的一个粉丝平台里面 我讲过的股票 包括会员座的股票 我不定时的话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在里面甚至有相关的一个立基点 跟所谓的支撑 或者是庭力的一个点位 所以大家好好的一个把握 对不对 你看雷虎这样子第二波 我们昨天一点过后 进场的点位 这个涨停 扎扎实实的10% 是不是再一次的现买现赚 也包含什么 对不对 我说雷龙神 龙德造船不是吗 第一波3月27 都是很清楚 过去的节目当中 大家都可以掉出来看 沿路追踪 有评有据 3月27霍利小杰 雷虎进去 我们资金有效应用 进去什么 龙德造船 当下9596 沿路到了4月7号 对不对 136.5 不是卖在高点 但是这一波43% 够啦 那后续的龙德造船 是压回修正 上半周 我们来看一下 龙德造船 是不是 我们在地方获利了结之后 这个礼拜上半周 前两天 是大幅度压回 甚至还一度触及跌停 那我是不是在礼拜三 跟大家分享 刚才同样一句话 什么话 我说这个所谓军工 所谓的国防预算 再一次的创立年新高 这个长度趋势 它会走完吗 不会啊 那反倒呢 你看后续是不是再重新高 就是这样子一个逻辑 OK 那刚才看到那么多股票 我就从 所谓的车用开始 到军工 甚至之前的除人电网 相关的重电相关 包括现在大家 非常非常 也是觉得说 是今年最主要的题材之一的 所谓的AI相关族群 我昨天分享 所谓的Chat GDP给大家 做一个分享实用 资源新兴 相关的利基 昨天节目当中 已经跟大家 分享很多了 你不要看资源 我说星星 对不对 包括创意 今天是再一次大涨 世兴 世兴 KY3661 跟3443 现在是大涨 那资源 感觉涨幅落后 以今年整体的一个 状况 激起位置 跟去年的获利来看 我说 跟前年相比的话 现在股价一般都不到 那后续 对不对 前一阵子不是吗 大摩 按赞 上几个目标价格 我相信大家 够认真应该都有知道 然后相关的 星星宅版 我说是不可取代的 一个媒介 对不对 再来就是这一档 重中之重 我说关键技术 在这市场上 法人 可能一知半解 他可能知道 大概他在做什么 但是他也涉及 所谓的 CHED GDP AI相关的 一个关键技术 那就我所知 我的消息 是这个股票 默默的法人主力 已经进场 在做一个任养的动作 会是第二季 未来一个主流的 一个标股 今天这份资料 这档个股 我提供免费的 一个索取 那预祝大家操作数据率 这么快 所以想要这个 锁取标股资讯的话 要记得加入 老师的LINE AT 小老鼠JJ1788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支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